他把正义主要理解为公平 他不否认收入分配可以有差别 但是任何这样的差别是要最有利于最不利者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相当关照 现在有时候说是偏爱最不利者的 弱势的一方 对 关爱弱势一方的正义原则 很大程度上是分的正义 如果用马克思理论来说 这个财富是无产阶级创造 或者是工人阶级创造 本来就是他们应得的 所以就要剥夺剥夺者 罗尔斯讨论的是 富人应给他不强调应得 社会是一个合作系统 所以不能完全根据个人的贡献 来分配他们的所得 因为即使消除那些家庭出身 带来的起点不平的 还有天赋的差别 比如聪明对一个很聪明的人来说 并不是他们应得的 运气差别 或者说老天爷自甩子的结果 就罗尔斯他认为天赋是偶然的 偶然性不能影响正义的公平分配 这样的话 想有较高收入的富人 就应该拿出一部分来 给穷人 这就是现在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利益分配的正义 过去的传统社会正义 这无论中外 核心正义原则就是 各得其所应得 惩罚也是对等的 回报也是对等的 主要是一个报的正义 传统社会更尊重追求优秀卓越 现代社会更强调追求平等 但是你要落实到人性上 其实这两个都发生在 甚至同一批人那里 当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 他感觉到待遇不露别人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要求平等 但是一旦在另外一些方面 他又优越于其他人的时候 特别反对平等 这原则的论证 他可以同时表现出两种倾向 您内心呢 包括您在此刻 您对正义论的看法 因为这本书在1987 88年的中国 是一种感受 现在过了35年了 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好像我昨天也说的了 就是说他有一种 就是没有把生命原则 独立地放到第一正原则的位置 首先还是要保存生命 一个是防止战争 谋杀等等 还有一个就是提供足够的 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不管他们是不是赚到了他们所应得的 我觉得都可以来救助他们 这个我觉得应该把司法的正义 法律的正义 放到分配的正义 就是经济率分配的正义前面 那我们还原一下 当时怎么开始想到我要翻译这本书 这要感谢当时社科出版社有一个副总编 我们正在给他编一套叫 《外国伦理学民族成书》 那时候编书热 大家都在编书 那个时候已经知道罗沃斯了 已经读过他一点原文的 得到这个消息 可以翻译 那就很兴奋 当然实际上还是研究生 也不知天高地厚 这个呢 我刚开始接触西学的时候 八十年代初 那主要是存在主义哲学 那是比较个人的自我的 强调情感 带一种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对 所以很打动年轻人 打动年轻人 但是了九二九十 并不能够给他们提供持久的力量 我就觉得 比较空洞 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基本的约束和限制 无论是人性的还是社会的 你可能是冲不破的 你就只是在谈论 个人如何要解放自己 那个是重要的 但是是不够的 不够的 对对对 要并存才行 对 所以这个要感谢罗尔斯 包括后来努奇克 他们是我 把我引向了社会伦理 制度伦理 就关注社会 关注制度 那更多了 那打来 声音不行了吧 道德和伦理是什么关系 因为伦理学其实对中国挺陌生的 道德伦理其实有时候经常是 混用 至少是进一次 伦理学是研究什么的 研究道德 用古人 我根本知道伦理是人伦之理 更强调客观一点的规则规范 你甚至可以说 中国古代的思想 主要是伦理的思想 道德了 古人说 道之得于极者 你把它内换了 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 建立一些概念 其实关键的是 既使用一些传统的概念 但是了 又把它转化成 具有现代意义的内容 最初您提出 这个底线伦理这个概念 是要再应对一个 怎么说 瓦解或者缺乏共识的社会的一种 对 过去的传统社会是有共识的 它是一种示范伦理 上层是精英道德 或者说圣贤道德 就是鼓励君子世代夫 因为儒学自称 为己之学 向圣贤看齐 老百姓 只要家里的孩子肯读书 他会接受这个共识 修身 克己 细胜细贤 这些道德追求 下层的就是封锁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地方的官员做好了 世代夫做好了 老百姓的教化 道德风俗就没有太大了 所以君子值得风 小人值得草 你这个风往哪边挂 草就往哪边倒 它就变成这个社会的共识 你赶紧拍拍那草往哪倒呢 风在挂 君子风吹来了 对 但是现代社会了 主导的价值不存在了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对 也没有制度载体了 那个示范伦理就不够了 那么现在社会又是走向平等 平等很重要的一下 就是价值观念的平等 是不是 过去就是认为 犧牲犧牲 这是主导的 最值得追求的 但现在不 我养家糊口 天伦之乐 我不伤害别人 追求财富 你不能说我这个就是 不合理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所理解的幸福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自己 认为合理的价值 那么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面 我们只能在这些规则上 追求共识 这些规则就是 不管你追求什么价值 权力多大 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你都有些规则不能破坏 首先保证一种 大家都能相处的 基本能力 不能强制别人 不能欺骗 不能强暴 君子爱财 但是必以其道 才能谈得上 底线能力 当然作为权力更大的人 他可能还要加上 政治的责任能力 但是不妨碍他 还必须满足 首先满足 作为社会成员 大家都是平等的 这样一种道德观点 你要这样的要求 所以你看你怎么说的 看起来相悖那种 一方面都在喊道德破产 或者说道德衰败 是这么的希望道德语言 另一方面好像整个社会又迷幻着到处要进行道德审判的那种冲动 你看互联网上都是吗 我觉得基本道德要求 不去那个 你是要批判的 如果是有太脱离人性和人道的过高的 尤其是你自己 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来审判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问题的 一个人并不会因为批判别人 而就使自己道德高尚 就是说这是两回事 其实你不妨设身处地 你如果处于同样的处境 你是不是不会做这同样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少人是拦语逃脱追问的 我始终觉得要把事情 就是你的动机和行为区别开来 你可以罪其行 但先不要着急罪其人 但现在我们经常把它混在一起 你说为什么不追求 不像英雄学习等等 但是这个它不需要 而且之前我们是经过一个 对高的破产的状态下过来的 对高的破产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清楚的 在做的 我们面对的大多数人 不偷不抢 不强暴别人 更不谋杀别人 我们基本上就做到了 就像休莫所说的 大多人他没有自觉 没有觉察 他已经是一个正义的人了 但为什么还是要警惕 要预防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很容易破黄的境地 比如这个利益诱惑太大 我只要稍稍的欺诈一下 我就可以得到一大笔利益 或者都有人送上门来 还有一个就横暴之来 突然被人很不公平的损态了 我又报复不了他 我可能就报复社会了 张三欠我的钱不还 好像我也有理由 我欠李苏的钱也个人不还了 又像是这样的连锁的 对这个都很有意思了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 比如说就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 那个印象很深的一个书 题目叫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吧 是吧尼泊尔写的是吧 尼泊尔写的 就人就是你想做个道德的人 跟他这个关系怎么怎么处理呢 这个其实在盲者也可以说是强调制度 而且我们努力争取的一个 比较好的社会就是说 让这些破防的境遇 能够对人们发生的越来越少 诱惑之大 你这个市场社会的规则比较健全 横暴之来 有法律给我做主 我也不用太觉得求告无门 是个人大家能够比较平等的基本权利 不至于老是破防 不累吧都怕你把你晒一下 你要喝咖啡要喝什么 你喝咖啡吗还是关心 咖啡提神 那个晚上我给你调酒喝 哎呦呦调酒 咖啡就好了 谢谢 对对 是不是你昨天晚上又又又又杀花了 所以我赶紧读读那个陈子路 那个导我反省一下 我跟您忏悔一下 你这个海边有一个礼堂正好可以 去那忏悔是吧 你觉得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密切 我觉得对看对什么人 我相信大部分这些家 他是把生活方式尽量的简单化 思想你可以尽量复杂 你比如像蒂卡尔 他尽量的隐居 连信他都要通过别人转交 那伊比丘鲁 伊比丘鲁绝对不是一个放荡者 不是所谓他说想到这个 绝对不是 他对快乐的定义是 灵魂的无纷扰和身体的无痛苦 很消极的 很防御式的 别人所理解的快乐主义 狂欢笑他觉得马上就 孙弟不是这样惩罚他 我就被昨天晚上喝酒 这惩罚我现在 你也好像是一次一次的被惩罚 对 那些古希腊的哲学谁最吸引您呢 在某种意义上各个都吸引我 因为它构成一个群像 就是各种性格各种 但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点 他们绝对拒绝接受最智慧的人的称号 如果是谁接受了这个最智慧的人 接受的一散了 他就变成一个最不智慧的人 是 得慧神域不是说 雅典最聪明的人 最智慧的就是苏格拉底 大家觉得他智慧 但是他否定 他想找到比自己更聪明的 这个也很得罪人 甚至是最得罪人的 原来各行各样是视为权威 哪是最智慧的人 一下就被苏格拉底给否了 所以就好几拨人联合起来控告他 最后甚至处死他了 所以智慧多危险呢 智慧很危险 他本身就带来痛苦 就像苏格拉底说的 你要发现真理的珠贝 你必须潜水克服阻力 克服你身体的惯性 有多少人愿意做这个事呢 包括纯秋的这些 把我摆加一下 就是因为80年代 其实是一个 对中国的往日 大家其实是一种 尤其传统文化 有一种否定的态度 然后就在19293年 开始写那个良心论 他当时这个环境里 怎么找到这个切入点呢 展开你对中国社会的一个理解 就还是挺意外的 对 当然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 我们一谈起道德来说 就说这人有没有良心 良心被狗吃了 批判社会就是良知沦丧 是吧 现代的潮流 包括西方潮流 更强调良心的自食一面 我是更强调良心的共识的一面 来建立我的一种 普遍主义的底线的伦理学 追求一种方向 是朝下一个科工化 普遍化 但是我又恰恰想 从内在的 主观的意识开始 就是我要把良心论中的 动力源头的测引之心 发掘出来 人爱自侵始 然后你要一步一步推进 比如说 诚信 中书 处理好一种群体关系 人和他人的关系 就是源泉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越来越平等 所以它是在社会的意义上 良心论来讨论个人的力 有一些感觉可能说起来 现代人能够比较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读左传 他们那种交往或者豪迈 壮烈 比如博弈数奇的那种风范 还有像是巨渣吧 他看到一个是许古还是哪个小国的 君主很喜欢他的带的是宝剑还是什么 但是他还要处死其他国 这个宝剑他必须要用 心里就暗暗地许下 我回来的时候我送给他 回来的时候这个国君死了 然后他就把剑挂在他的墓地的树上走了 所以你看这样一些人物 不吸引你们 但是最难的是我们现在老批判的 比如忠诚孝资 很难理解 恨凡的干嘛你要忠诚于一个 可能不一定是有德行 对 好的君主 就像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 为什么西方人要那么忠实于法律 这个法律明明对他不利 而且是本身不义 就像苏克拉底为什么要 就是要接受 宣布他死刑的法律 我们中国人可能太聪明了 觉得他们太愚智了 但是法治下来就是靠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 和威胁下去的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 也是靠这样一种 忠孝的精神 当然这个时候忠诚不是忠诚一个可能具体的对象 一个具体的君主 而忠诚一个一种原则 你比如看到游侠列传 那个去杀秦王的那个金科 金科 雇佣我的人 哪怕我最后瞧不起他 但是我也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不是为了你去杀 但是我说的话 绝对是算数的 读古书读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的话 忠语不是具体的对象 而是一种原则的话 你会以中国古代的精神还是了不起的 那这些百家里面你特别喜欢谁 柱子百家 那柱子百家我最喜欢还是孔子 还是孔子 我还是喜欢最喜欢孔子 温和坚定的楷末 还自嘲 还自嘲 还喜欢到河边吹着风晒着太阳 游安勇唱着歌回来 是不是 这不都是挺好的事 但是温和不依于这 就是说好像是全路般的 你来顺受 其实温和就是说 你看着外表很温和 可能有时候很随和 但是碰到一些很大事大会的原则上 它很坚定 它不跳来跳去 我是很喜欢这个词 就是温和而坚定 我突然被人暴躁而摇摆 你怎么办 外表很暴躁 内代又很摇摆 我觉得你有时候你自己拿自己的天心也没办法 但是暴躁我的感觉还是要有所节制 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很容易发露的人 他有个作用秘方在那里 制露 老师想着他要制露 可能会好一点 原来印象挺好的 原来是读者 我一直以为这是这么安静的一个人 应该可能要七八十岁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个老人 很帅 很遗憾 你看我的作品吸引不到女孩 但是真的很吊诡 因为我在看《良心论》 94年出版本了 才四十岁 94年对 你想这个人写梁兄弟 这个字没60多了吧 他有这种反差 我们相似的感觉 对 好像沉淀了很多年 挺近的 您觉得性格和知识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性格就是一种驱动力 驱动你更喜欢什么样的知识 后面命运也会改变一些 比如环境或者说什么 但是天性是更根本更元素的 幸运的人 他最后都是实现了他小时候的愿望 您二位小时候什么愿望 就做一个图书管理员了 真的啊 爱读书读到这个 就是我小时候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说无书可读 就书的来源很少 就在江西的那是小时候那时候 对对对十几岁的时候 再大一点就看邻人 可以自然 比较野 大自然在一起比较野性 如果有书的来源 又有看书的时间 这不很好吗 你不是现在全都实现了 实现了 超恶实现了 你这么完美的人生啊 超恶实现了 我还带过犯了这个 超恶实现了 超恶实现了 因为我就想读书 在中学的时候 我干过一年龙活 然后我毕业以后 第一年就是做工人 然后又在军队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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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着怎么能够上学 嗯 能够读书 啊 哇 那时候就要自己怎么克服啊 就只能忍着 是忍着 时间时间慢慢治疗 也幸运的在这个过程中 总还是有些书可读 嗯 总有些让你透气的空间 那个时候现在回去呢 有哪些比如说书也好 各种是一个透气的空间 让你哇 是 这种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一本简单的书 你好像啊 还是能在里面找的一些美的东西 嗯 呃 当然还有些就是那个 你比如看拉布伦传的时候 嗯 当时有一个情节对我印象挺深的 嗯 有一次征战归来 嗯 读得胜利 在阳台上 底下的群众欢呼 然后他出去了 跟他们挥手致意 但是他 转过身去 咕隆了一句 和咕隆了一句说 这些笨蛋 哇 这个对我印象很深 嗯 我心想我会不会是这些笨蛋中的一个呢 嗯 所以就像开始想 你要有你自己的思想 嗯 嗯 自己的思考 嗯 嗯 你认为某种行为是正当的 嗯 但是 处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形式 你会发现好多人不敢做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做了 你体现出你的道德勇气 嗯 对于一个思想者 道德勇气有有多重要呢 思想者 嗯 思想者也是各式各样 思想者在勇气上和常人差不多 哈哈哈哈 不是有一句话 建议勇为的多是什么土狗背 嗯 仗义每个都土狗背 想的更多的那些 呃 熟人秀才 他需要的是利益中勇气 嗯 对 表达真相或者真理的言论 但是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思想者 知识分子都表现出这种勇气 我们只能说很敬佩那些表现出道德勇气的人 嗯 如果没有表现出这种勇气的人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呢更多的还是批评 让他们不能够不敢发声的制度或者社会的形式 我觉得还是应该分心主刺 嗯 嗯 他们是要拍咱们人生走下坡路是吗 哇 下面去看又不一样看海浪 嗯 你看 又不一样 又感觉又不一样 不老了 下面还是全是好老嘛 他们都 不得 这个大海啊 嗯 是好像看起来是单调的 嗯 但是又永远让人不枯燥 这还是层次还总在变化的 嗯 这只是他不太让你亲近他 嗯 就是只可观看不可惜 嗯 卸完 哈哈哈哈 你觉得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那个更 更有诱惑 我觉得还是人生哲学吧 嗯 政治哲学也许像大海洋的 你要循复他的狂奔 你经常被他吞噬 嗯 其实关心政治最好 就是希望大家最后大家都少关心政治 嗯 但人生多丰富 嗯 人生有的是 就像我说的圣灵一样的很多优秘之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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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您最初研究这个论医学里面 就是 这个 对这个技术的崇拜 后面那套哲学 其实是不是就是那套功利主义的哲学 对功利主义他确实有这个倾向 就是说他太强调效率 就包括政治道德选择 就好像我们都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俘虏啊 上轮立刻不都有那种 都有那种选择吗 嗯 一辆一辆火车冲过来 这边有五个人 那边是一个人 把这个火车搬过去上 可以撞一个人 让五个人活下来 嗯 我问他们 你们会怎么选啊 嗯 我就让车该怎么走怎么走 就不选 就可能撞死那五个人 就才自然发生 我就 我也是那五个人 对 就那五个人是吧 就是直接创那五个人 直接撞五个人 那一个人是无辜的呀 嗯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是 呃 如果在哈佛讲课的那个视频上看到 大多数人是跟你们的选择相反的 那么就是你们在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 遵循了义务论的观点 就是康德那种观点啊 嗯 就是刚才他说的 那个人是无辜的 这五个人 虽然是 他死亡是很可惜的啊 但是呢 他本来就在那条列车的前进线上啊 他们这么高级吗 我们车数多有那么高级吗 本来你们已经想过了 嗯 和你们 这实际上搞得自己都那么 都那么厉害 和叔叔和他反应 说太一样 但他后面还有两个例子 嗯 第二个例子就是 把一个胖子推下去 阻挡住列车 对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 一个医生 把一个比较良好的人 器官都取出 当然这个人也就要死了 救了其他五个人 就其他五个人一致 嗯 这三个结果都是 救五死一 但是在后面两个例子 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嗯 变化发生在哪里了 就是这个随着行为 究竟是谁的行为 以及行为的对象 或者受害者 在多大程度上 卷入了这个世界 那么当司机搬下号大堂 不管怎样 他是加入了一点主动性 这某种意义才是他的 嗯 推胖子 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无辜者 嗯 他现在在铁路上都没待着 到了这个 就是说 在器官 杀一个人的器官 分配给五个人 你怎么能够替代他做决定 世界是不是要大乱了 你分不清什么是谋撒 什么是善意 有些是很残酷的考验 要是您呢 您如果我们想象 您在那个位置上 我 我可能 会有一点犹豫 嗯 那么这种犹豫 就让我错过了 可能选择的时机 是不是 因为攻略主 一个要命的问题 就是说 他可能或容易 仅凭结果来喷 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